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中美贸易战 第二当然就是疫情 黄金本身就是黑天鹅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是在一个平安时代 黄金就是怎么样 一直在保持在生产成本的状态之下 大概每盎司在1300美元左右 1300是生产成本 是它是生产成本 如果低于1300 那大家就开始减产 那黄金就要起来 如果高于1300 当然要是真产 那黄金就会跌下去 你又只要看到黄金低于1300 就去给它买 不是 你不要一次买很多 你大概把它当作一个财务管理 大概比如说一个月买个一克 两克 三克 慢慢买 但是那样的人生已经过去了 现在来到2000了 不会 我觉得 如果照现在的疫情来看 我的预测 疫情要到明年底 疫苗才会出现 因为疫苗它不是说一种新药 就随便做一个所谓盲测就可以的 疫情它必须要通过 非常复杂的一个状态 如果疫情不结束 这个世界还是封闭的 在封闭的时候 黑天鹅还是会出现 也就是说黄金还是定海神针 所以黄金还是会慢慢的长 但是会长到什么时候 我们不敢确定 好 那刚才也谈到 当黄金架高的时候 就开始有很多假的了 这个真假怎么分别呢 我们古人讲说 真金不怕火炼 当然就用火来烧了 真的假的 你现在用火烧 我们在测定黄金 当然是不会用火烧了 因为别人来点档东西 我们给它烧坏了 没得没 对不对 可是我还是要跟观众朋友讲 我们要好好地来研究一下 这句话是真的 还是以火来烧 是一个基本功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不是魔术表演 但是也不是特技表演 所以你不要在家里演 在家里演很危险 好 那我要好好来看一下 我们会准备一个喷枪 你需不需要修个 这是一个干锅 我们就是用一个喷枪 喷枪 打开以后 打开以后我们就放在这边烧 大概烧多久呢 大概烧个五分钟 大概整个的黄金会变成红色 红色甚至会融化 这个时候如果是假金的话 它就上面那层包的或镀的 就会退掉 然后就献出原形 也就是如果里面是 比如说里面是这个 那再讲好了 来 如果假设 这个给我 好 五分钟我来烧 那你继续讲 好的 那怎么按 来 这样烧就好了 好不好 我继续烧 小心 那今天钱老板还带了很多 其实在这个现货市场上 最多的还是 大家看到没有 黄金的王牌大将 一公斤 一公斤的金块 一公斤呢 以星天的行情 每盎司大概是1930块 这个是一公斤 大概是183万 这样就183万 这样183万 而且我再看 如果黄金再持续涨的话 大概这一块就要只200万 200万 这个可能就在南部 就买个房子了 但是黄金这个东西 买现货 当然还是有点风险 就是你千万不要跟陌生人买 因为你跟陌生人买 黄金有可能 它的成分有问题 因为黄金有的人 上面写什么 三个九 五个九 十个九 都不代表它真正的质地 那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必须要透过黄金的检测 黄金检测 因为一般的民众没有办法去做检测 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跟陌生人买 我在这点档的时候 常常点档到假黄金 很多人比如说在网络上买了 比如说跟这个不熟的人买了 那黄金有 有的黄金它其实不是纯金 它可能是八成金 比如说我手上有一个金表 大家看到吗 劳力是18238很棒的一个金表 金表不是黄金的 是K金的 那是18K 18K就是750 大概也就是说这个不到纯金 为什么呢 因为纯金一般没有办法当作一个工具 或者一个成品来使用 那如果黄金涨18K的金表也会涨吧 当然会略涨 因为卖手表不在卖金属 卖手表是在卖艺术 是啊 卖艺术 就是它的功能 它的造型 这些东西 如果是卖黄金的话 这支是劳力士最夯的一支金表 大概如果说老板级的都会戴这支表 这支表是非常漂亮 所以它不是纯金 反而是什么呢 那这支表多少钱 这支表大概现在买50万吧 50万 但是它不是因为黄金 我知道那它厉害在哪里 它厉害的就是说它非常的纯 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可以用三被子 它不会坏 三被子都不会坏 对 所以说可以传释 就是它的 就是它的 劳力士的这个厉害的 这是它的什么品项 劳力士的 对 它这有带星期 有日历 也就是说它这个 暴时的功能非常好 OK 好 来我们再看 我手上这个 看到没有 金币 金币 金币是怎么回事 金币可不可以投资 金币 金币因为它有这个限量的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金币 比如说我现在拿到的这个是 这是一个澳洲金币 它每一次限量 每一年限量 大概比如说25万枚 或者是30万枚 然后它在国际行情上 它有一个特殊的机制 你已经把它烧黑了 烧坏了吗 不是 你不会叫我买吧 是是是 哇 你太厉害了 你把它烧成黑色 大家看到有没有 所以是 这是假的 假的 我小时候我完蛋了 这条就是在那个网路上买的 这个假金币 所以假的烧烧就会变黑了 对 就烧黑掉了 它真的烧烧会融掉了 真的会烧成红色 因为金属 金属在接近融点的时候 来来来来 那大家要观众朋友看一下 假的长这样子 小心 小心手 这就是干锅很热 这个 这个就是假金币 你看看 假金子 它里面就是包了 其他的金属 或者是用其他金属去电镀的 我懂了 然后你看这个 所以不用再烧了是吧 不用再烧了 你们可以看 这个是包金的 外面有一层金 然后里面是 里面是铅 包铅 因为铅的重量也很重 所以我们照近一点 让观众看到 其实这个是 外表是金子 这也是这个诈骗集团 可是如果把它切开来看 诈骗集团非常喜欢用的一种 惯用手法 所以买黄金的时候 最怕就是买到假的 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金块 金式 都可能有假的 特别要小心 刚刚讲到金币对不对 还没讲完 讲到金币 金币继续 金币它就是一种 发行量有限的 如果你买到 发行量买到 比如说我们台银就有发行 12生肖金币 那个可以买了 那个你买了 你就把它当除去 对不对 今年买一个 明年买一个 一方面黄金涨了 你也赚一点 第二 它还有限量发行的问题 稀有 是 它可能也会逐年的往上提升 所以你买了这个黄金 你有两种 一个黄金 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带走 比如说台币200万 就摸一下好不好 对 台币200万 你如果带着台币200万 到其他国家 人家不认识这个钱币 对不对 可是人家认识黄金 走到全世界 都是公开市场 黄金 到哪里去 人家都认识 金光山山 鬼都怕 是 不是 有什么事 金 黄金带头 一切都可以解决 好 所以 可以买这个金块 可以买金币 但是不可以买金币 对不对 这种金币 没什么保持价值 不 这个观点要改 要改 因为有的人认为说 金项链 金手势 戴起来很怂 很普 不是 最主要是 它有很多那个 工钱 不是 你要这样想 工钱是一定要的 被吃掉 可是你想想看 你这个金块 如果放在保险箱里面 多可惜啊 对不对 因为也不能秀一下 你拿这个没事 拿那边秀 很奇怪 对不对 不然你拿它打电话 人家也不像 OK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这个 黄金你可以佩戴 而且现在的设计 做得非常漂亮 有些黄金的饰品 还是怎么样 那这不是为了投资 是为了漂亮 不 是一种投资 是带在身上的财宝 万一有个什么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黄金 卖到金丝点 当然会扣工钱 会扣一点汉药 不过没关系 它的差距 大概不会超过10% 也就是你那个90% 应该是还是有保值的 可是你如果说买一些 其他的珠宝 你要去卖 抱歉 第一没有公开市场 第二 说实在 每个人看法各有不同 没有一个标准 你今天带这个 刚刚没讲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台银发的金块 这就是台银发的 对 那我买不起这个 我买这个小小的这个 不是 你如果过年的时候 你要发给你的晚辈 你就要买这个送 以后他永远记着你 过年的时候 我的长辈买这个给我 你说我 无可能 但是我还告诉你 你一定要拒绝得这么快吗 这个真的很好 为什么 假设你如果送给晚辈 什么的 你可以买一个这个小块的 这个小块多少钱 这个现在大概是 应该 这个大概是20克左右 20克的话 大概三万 将近四万 将近四万 这样这一块 相继四万 不是嘛 你送给晚辈嘛 你这不是 你财产多的话 你当然是OK的 谁都是你的财产多 是是是 不是 不是 你不要 这个不要播出了 而且这个还可以怎么 做一个框子 当做坠子带着 也很漂亮 因为 这太重了 不是太重 就是太贵了 太贵了 买这个过过瘾也蛮不错的 是是 所以 黄金竟然涨到两千来 有名该怎么办呢 手好痒又不敢买 对 你现在问我说 黄金能不能买 就跟问我说 现在连电台积电能不能买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回答 那没比它可能还会涨 但你现在介入的点 那因为黄金 刚前老板有特别提到 它是一个黑天鹅的概念 对不对 是 那其实黑天鹅的概念里面 还有比特币 好 但问题来了 今年非常非常的特殊 就照理说 以前有黑天鹅的时候 股市要跌 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今年从3月23号 就当你知道疫情最凶的时候 第一个股市在涨 第二个黄金也在涨 第三个连比特币都在涨 所以以前是股市涨 黄金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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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叠 股市叠 现在是两个一起涨 那你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 是什么 钱太多 所以就是QQE 所以从 印钞票 印钞票 3月23到7月13这段时间里面 是所有的资产都在涨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从7月14号开始 到7月27到昨天为止 你会发现股市没有涨了 但这两个还在涨 那为什么呢 很可能是中美贸易战的气氛升高 这个紧张的气氛升高 那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 未来黄金跟比特币 因为避险情绪我们不懂 对不对 因为它随时随着 新闻的消息而变化 但是股市这个东西我们懂 为什么呢 因为有美国大选 所以你知道在美国大选的前提之下 股市要跌比较不容易 对不对 好 我们这个时候从2000年开始 一直到今年度为止 前面总共有5次的美国大选 好 每4年一次美国大选 想不到老美也搞选举行情 选举行情 而且非常准 你去看 这5次里面只有一次 一直涨到选举 这是不是只有国民党才会做的吗 民进党也会做 做的也是 这共和党民主党也会干 大家都会做 对 只要是党都会做 那我们现在 而且你知道川普现在选情很差 所以越差越会涨 那各位你去看 前面的5次里面只有一次 是到选举的时候还在涨 那另外的4次里面就很特殊 另外的4次里面你去看 2000年的时候是涨到9月 因为911 好 10月跌 2008年的时候一路涨 2004年一路涨 2008年的时候涨到10月 2012年的时候涨到9月 然后2016年的时候涨到9月 那念了这么多数字 主要是告诉各位 前面大部分都是涨到9月 然后10月会跌 只有一次是涨到10月 因为10月会有大惊奇 10月会有大惊奇 会出很糟 猎杀红色10月 10月财报10月什么 所以你就抓这次的股市 有机会涨到9月 那避险行情我们不知道 所以跟股票 跟黄金相关的一个公司 在台湾比较少 你顶多说是正一反一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台湾没有金价概念股 但是如果跟比特币相关的 可能有 那就多了 因为比特币可能1万了 对 比特币到1万了 所以跟比特币相关的 而且又跟股市涨比较相关的 我这样算起来的话 可能主机板比较有机会 因为主机板还有所谓 电竞的概念 科技的概念 所以它就比较不是纯压避险 好 那这里面比较稳健的 位置还适合的 应该是2376的技嘉 好 那各位要知道 就技嘉最近在这里整理的时候 它的压力应该是在 前波的高点90块 所以到90不要追 但是洗一洗之后看它的强度 那另外有一个今天转强 从低档上来的标的 就完全是比特币概念股 就是6150的汉迅 对 但做这两个股 要注意一下 这个第一季是亏0.6球 不过最近投资人 都不怕第一季亏 合一也是亏 一堆股票第一季 别再说合一了 对 第一季也是亏 但是我们是讲小时候的合一 长大的合一 不是现在的合一 所以这个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好 所以今天下转到2000 该怎么投资呢 每个人都在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